Hello,大家好, 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新鲜热辣的话题, 因为刚刚在上午讲完, 我马上都不够几个小时跟大家分析一下, 今天是10月23日, 在北京举行了抗美援朝的70周年正式大会, 习近平有讲话, 我们从他这些讲话裡面, 究竟看到一些什麽呢? 看中国的东西就不要单单看它公开那些文字, 而是背后它要带出什麽的讯息, 今日跟大家分享一下, 有四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, 第一件事就是习近平在讲话裡面, 他不断引用当时毛泽东的说话, 再讲当时的历史,这个当然是中共的版本, 讲毛泽东裡面所讲的,不怕的, 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,我不多引用它那时讲什麽, 总之就是带出一个讯息, 就是说当年是以弱抗强, 我都不会用以弱性强这个字眼的, 因为当时那场仗是双方都很惨, 我上次都分析过有些情况, 尤其是那场仗刚刚打了没多久, 美国又看见吃不到, 整个朝鲜半岛, 大陆又觉得自己就伤亡惨重, 是因为大陆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, 来付出大部分成本的, 所以到后来中共自己本身都有个反省, 这场仗是不是打得值得呢? 这个我不详细讲了,主要是讲回, 现在习近平这样讲, 引出毛泽东当时那麽多的说话, 其实它就带出一个讯息, 就是以前50年代的时候, 中美军事的实力其实是相差很远的, 但是当时毛泽东都血肉长城, 跟你砌过, 刚刚拿到个数字, 就是中国在那场战争裡面死的人, 是超过十几万, 尤其是大部分是在后半截, 最少有九万人是在后半截死的, 所以大家就说本来不用拖那麽久了, 现在习近平的引用毛泽东那些说话, 其实就是说, 当年国军事实力差距那麽远都可以砌下去, 而令到美国是不胜而回的, 中国也都没有赢,中国其实是很惨的, 现在中美的军事实力相对是拉近了的, 所以它裡面今天的讲话就是不怕的, 中国是惹不起的, 你看它裡面那些斗争语言是多强的, 就要带出一句说话,以前韩战的时候, 就是中国是你说参战挨打, 用人命来换取一个抗衡, 今时今日中国的武器最低限度可以是打到美国本土, 你看看东风导弹等等, 这个未必是会马上打, 但是起到一个军事的平衡, 以致是一个政治张力的作用, 所以习近平今天整天裡面所讲的, 其实就是要大家答清楚一句说话, 其实就是鼓吹一种军事的冒进主义, 或者是军事的盲动主义, 总之就是要讲出, 今日的实力拉近了,不怕打, 这一点大家回答下去会發觉很危险的。 第二点可以看到的, 就是他由头到尾其实是凝聚着习核心, 为什麽? 他裡面其实是要引发一个民族主义, 当年毛泽东又是用这样的方法, 因为当时打韩战, 中共的军队老实讲, 当时去打韩战的军人裡面, 有不少是当年国共内战之后, 后来有一部分人, 即是国民党的军队, 走不了去台湾, 因为跟过去的那些来讲, 主要是军官和一部分的军人, 很多是被逼留在大陆的, 所以去韩战那些军人, 其实很多是国民党的人来的, 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, 当时是没有派去韩战, 或者派去韩战的不多, 最多是一些军官, 你说用到彭德怀, 彭德怀作为十大元帅, 作为一个共产党军队裡面的领导人, 再加上毛泽东当时就叫, 彭德怀,我找个太子, 毛岸英跟着你, 你千万要保护他, 不要等他真的去到前线,死了回来, 整个是一个政治的需要激励士气等等的, 所以当时毛泽东, 他就是要透过这样, 自己的军队又不派去, 还有很多志愿军,很多志愿军是非军人来的, 就是要激励一个对党、对国家、对领导人的凝聚, 现在习近平做的事同样是这样的, 大家如果撇开他今天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的讲话, 你再看看近期,尤其是他上台之后, 他什麽都是讲习核心的, 所以今天的讲话,他又不浪费这个机会, 又再度跟大家讲,你要凝聚, 两个拥护共产党和习核心。 今天他的讲话裡面第三点, 他裡面提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等等, 大家听起来没有问题的, 中国你看一下对外的战争一直以来都是说, 别人打我,我们当然要打了, 不过你答下他这个说话, 以及他由头到尾的语言, 以至是再看他其他近期的活动, 有两点要注意了,第一点,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不会对外战争, 这个你可以包装为爱好和平, 中国自从在元朝那时打到意大利, 欧洲当时叫黄和, 之后基本上对外战争是另外一套包装, 所以他现在讲爱好和平没有问题, 不过大家看看由明朝开始, 当时明太祖到明成祖等等, 开始锁僵了, 即是海上面基本上是不对外接触的, 接着到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, 是对外去发动战争, 即使后来清朝的时候, 乾隆王十全老人, 他自己叫十全老人,其实是十场战功, 其实如果那时候他有, 譬如说对少数民族、新疆等等, 是有战争的,而且是主动出去打的, 不过中国将这些包装成为一个国家裡面, 民族与民族之间, 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, 所以这个不算是对外战争呢? 他是这样包装的, 现在有些社会学家就说, 如果你说以民族来计数, 这样来讲, 中国你看看元朝的时候, 是汉族被其他的民族统治的, 清朝的时候同样是汉族被其他的民族, 不过中国就将它看成是一个国家裡面的少数民族, 有些外面的历史学家就说, 其实是另外一个种族来的, 如果你再数唐朝的时候, 有些人说, 喂,唐太宗、李世民本身都是鲜卑族血统的, 所以这些就等历史学家去谈了, 讲回这裡的时候, 原来中国说爱好和平, 第一,在元朝之后你没有能力对外打, 第二个就是按现在的情况来讲, 中国都不会有对外战争, 好了,万一有对外战争, 怎样包装呢? 1979年的对越南那场仗, 中国包装为智慧反击战, 是你打我,你搞我,然后我打过去。 大家现在看历史, 当时越南最多是边界裡面的一些骚扰性的东西, 等于中国和缅甸的边界, 缅甸在那边發生, 他们自己本身种族、民族之间的糾纷, 那些炮弹打到云南那边, 当时中国是不理的, 因为那时候缅甸是军政府去控制, 黄山素姬那时候还是被软禁。 所以你看看, 中缅为了照顾中国和缅甸军政府的利益人, 中越那时候只是在边界裡面干扰, 结果是邓小平下令他打, 包装就是智慧反击战。 所以一直以来,他讲中国人民爱好和平, 不会对外侵略等等, 从这个角度就对了。 但是我刚才都讲过了, 就是关键不单止你对外有没有能力去打, 还有一件事,你对内, 你对内不是一样是穷兵独武, 或者是提高你的军事威胁的力量, 你看现在两岸关系。 虽然大家都要看看暂时会增加军事的磨擦的机会, 暂时都不会变成一个战争的, 因为我过去都分析过了, 现在就看时间的演进, 我过去讲过一年裡面不会打, 但是现在数下数下, 我过去讲的时候已经三、四个月前了, 现在的时间又缩短了, 我希望我这个观察, 不会变成真正两岸的兵容相见。 好了,刚才讲到这里的时候, 就说它对内其实一点都不和平, 你看看对内现在国内的第二支军队, 即是武警, 讲到已经去了由军队去管理, 而不再是以前的军队和公安部双重管理, 即是完全听了党话, 党话要镇压的, 那武警出来, 它只不过是武警的装备不及正规军, 那么先进,但是以武警甚至上以公安, 它那个专政机器的守法武器, 已经足以去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了, 所以你说它爱好和平, 对外因为你无办法, 你还要考虑很多外交、政治利益的时候, 你无办法是一样东西都用军事来解决, 用武器来解决, 但是你对内其实是毫无制约的, 爱好什麽和平呢?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习近平所讲的内容裡面, 我们怎样去分析它那个所谓的爱好和平。 好了,到第四点要注意的, 从头到尾它都没有直接讲出来的, 但是看中国这一类的讲话, 真的要看到它有些讲有些什麽不讲, 不讲那些其实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, 是什麽呢?大家有没有發觉, 从头到尾习近平很少提到北韩的? 是喔,大家看看北韩那裡同样是有纪念活动, 北韩那裡是很重视的, 当年金日成曾经亲自去北京向毛泽东致謝的, 但是今天习近平所讲的东西是全部一些, 或者是比较少提到北韩, 为什麽这样呢? 打韩战过去不是讲说中国和北韩兄弟家同志, 土豆家暴昌,这样去打的吗? 为什麽习近平今天那麽少提到? 有两点要注意的, 第一点就是中国现在和北韩可以讲是紧密合作, 但是貌合神尼, 两点都是同时存在的, 紧密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中美的关係越来越恶化, 美台的关係是越来越走近, 而北韩和美国关係同时是由缓和走向紧张, 变成了中国现在是必需要, 或者中、朝两边是必需要大家再度走在一起, 然后共同抗衡美国, 所以这个就是眼前的政治现实需要, 不过中国都经常觉得北韩这个朝鲜是不听话的, 前两年,不是前两年, 现在算起来是三、四年, 北韩打算是要跟美国直接对话, 结果是怎样? 想办法摔开, 即是摔走中国, 那时候2017、2018年左右, 那时候美朝关係又好, 新加坡金正恩与特朗普见面, 三八线又有等等, 结果就是当时中国就说, 你这个我帮你那麽多,你这个金三代, 大陆叫金小三, 你这样来讲,你就是吃碗面,反碗底, 到最后你起飞脚, 所以中国在那段时候曾经在贸易上, 跟北韩在那裡吵了, 以前我给实实在在170多宗物资理, 从大米到轻供产品到建筑材料, 中国差不多养住一个患难兄弟, 但是是窮国来的, 这个是窮亲戚很难照顾的, 结果那时候中国你看见, 北韩就走去跟美国握手, 结果中国就说, 我以前跟你做生意,我给实质你, 你只是给鸭绿缸的鱼我, 现在不肯,鸭绿缸的鱼游来游去的, 到最后中国就说,我要你抗产, 你抗产那么好,你出去赚外汇, 我现在中国要你这些, 当时2017、2018年的时候, 那个关係是弱化了的, 所以现在习近平在抗美援朝70周年的讲话裡面, 你基本上都不提北韩,或者提得很少, 这裡就是要给北韩一个颜色, 你不要以为可以抛开我这个老大哥, 你仍然是要靠我的, 未来一段时候来讲, 你听话的,我就跟你紧密合作, 你不听话的来讲, 到最后你来求我的时候, 我就未必那么合作了, 大家记不记得我刚才所讲的2017、2018年, 中朝的关係相对是淡了一截的时候, 有一日就是金正恩又来中国了, 过去来讲就是在北京、在上海等等都见了, 但是那次在哪裏呢? 是在个度假地方抗除岛, 习近平说我在玩,你不要来烦我了, 结果就是金正恩要去书专降季, 你没有得呜的, 中国在这方面是强过北韩老多, 而北韩真的是一个群脚仔来的, 所以今次习近平的讲话裡面, 这一点可以看到, 中朝的关係不是那么稳定的, 所以从今天的讲话裡面, 大家可以看到说, 搭落句句说话有味, 但是必需要注意的, 你不要将人民以致军人的血肉之躯, 当成是你一个今日抗美的筹码, 从而巩固政权及个人的地位, 中国人命都值钱的, 中国军人的人命都值钱的, 所以不能够再将70年前的血肉长盛, 那种思维放在今日了, 眨眨眨眨又跟大家分析了, 今天习近平的讲话了, 稍后或者再跟大家分析另外一个军事动态, 就是中国刚刚修改了国防法, 国防法裡面有什麽内容呢?我们可以详细再谈。 好,这节目时间暂时到此为止,再见,拜拜